可能就要选择变盘方向了 因为实际上从走势看的话 你看啊 上周这里呢 把它稍微就了一下 这15分钟图对吧 我觉得现在这地方呢 你可以看成是一个一分钟上两中枢 按理说今天如果利索的话 应该就向上突破才对了 至于突破成功不成功 你还不好说 但他选择了一个震荡 很明显 其实很迷茫嘛 要选方向 这地方其实向上向下的概率 我觉得基本是均等的 因为我会比较担心这里是高点 所以大家还防一下这种走势 这种如果下的话 应该很快很快就下 就下到3190附近了 所以这里面我能看出来的 应该是明天要全变盘方向了吧 如果明天就往上变 我说了 因为我自己觉得这里面 这个3330的这个高点 一下子没有那么快能修复掉的 我会比较倾向于做成大级别震荡 所以对指数的观点 我最近跟大家提的比较多的是风险 这个目前没变 板块这块呢 现在看像今天这个除位电器 不太一样 除位电器轻功 这种都带有一点补涨性质在 除位电器这一轮就没动 就如果抛开这两天的话 没动 然后呢 电力设备不一样 电力设备这一轮是 我们在反弹支持所的 这一轮绝对是超预期的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要见顶了 这地方你看我们当时预期 就我们算胆子已经比较大的了 预期是我画的这个 这个黑线这个位置 其实走到这 走了个小的震荡和往上冲 我估计多半是要被池再拉回来的 所以现在板块呢 不太一样 但总体看 我倾向于大部分都是做补涨了 你像我们看好的电力 说实话 电力这地方都有一点补涨的性质 但电力整体走得还挺好的 饮料制造 我觉得这种都是带有一点 卫生期做补涨的感觉在 然后最明显的是您的时代 我觉得您的时代也是补涨的做法 这里面呢 有这种可能性 就是我们现在觉得是补涨 但是最终人家走出来了 不知道是谁 也不知道谁会走出来 那你从概率上博 一般来讲是博什么 博这种大消费吗 什么饮料制造之类的 对吧 因为通常来讲 包括像电力这种有可能的 通常往这儿踩 但是这轮大消费 我们跟大家讲了 我是不看久的 我们看的是农业 农业这个位置 其实我会非常喜欢现在的位置 有人说他不怎么动了 你看他这个降速降的 现在就降的很舒服的人 从那天我们说这地方不能选 开始他一路再往下走 然后成交金额一路往下走 你看今天又是最近的最小成交量 这说明已经降速降的很厉害了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对路的 这种走法现在确认不出见底来 但是如果说他可以 我还是想看看他能不能扛一下 比如指数跌下来 他能扛一扛 走过一分钟震荡以后再收上去 我觉得我们开始买了 这地方买嘛 错的话止损空间应该也很小 而且如果对的话 这应该就是基本不用折腾的点 所以我是觉得现在用心看吧 但是大部分板块 我觉得跟指数类似的板块 这地方应该不能动了 就是这段时间 我是觉得可能是做顶的概率比较高 然后今天可能像煤炭这种跌的比较多 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讲吧 这个可能还是跟大多商品有关 证券最近的走法呢 因为我之前跟大家讲了 我会觉得这是像补涨的做法 补涨的做法就意味着说 我觉得这里是顶的概率已经很高了 要么就是这样做个五分钟震荡呗 然后把它冲过去 这是一种合理的做法 还有一种更差劲的就是掉下去 然后晃晃晃晃就这样晃下去了 这种可能性也有的 这种不能忽视这种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种证券可能也不是特别好的选择 整个的状况是这样 我们再来看看一些我们关系的中线个股的情况 阿易志顺移说 权盈的话就是刚才我们已经交代过了 现在这种就是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呗 从走势上也一样 今天这种走法呢确定不了 因为这个变盘 你现在不能只想的往上扁 所以我们观察一下 我感觉如果权盈能走好的话 在这应该做个一分钟震荡的 然后收盘把这个高点收过去 这种情况出现了 即便指数没跌 我觉得也可以买起来了 今天他冲着一下子 应该是有有有点 稍微有点资金 两千多万瓦拿来进去 但这种现在还引起不了共振 所以这时候要去看 慢慢的通过窄幅震荡 然后把这个点给站住了 我觉得多半就要起了 当然更好的这种走法是 每天往下掉的时候 能够自己造下做个假突破什么的 更好 现在这地方就是耐心等待 杨洁科技是很简单的 这地方是买不了的 因为他现在这个不管怎么震 在15分钟图形上 他始终过不了前面这个压力 这种情况是不太能动手的 而且你还得防他 万一他这震着震着 他突然掉下去了 是吧 所以杨洁科技 现在短时间应该看不了 转而文传呢 我们上周把它卖了 这个股票最近走得很弱很弱 但它的一个弱 是建立它的中期结构 极强的基础上的 这个股票我觉得是可以要的 它呢 你想招式轮船运什么的 中间挺重要的一点 运渔游的 今天游跌了 所以他也跟着在跌 然后这个位置 大家知道现在这地方呢 其实如果我们说的不那么严格的话 我们可以这么看 这是一个一分钟下跌中枢 两个 然后呢 这地方现在应该第三个还没做出来 我们看看有没有可能做出第三个来 但这第三个不一定是往下走 有可能直接上的 这时候耐心观察 这个位置我觉得是可以要的 如果出买点 而且我们前面说 我是特别希望他出现一点下跌之后 我们再来去考验他 看看跟指数在下跌过程中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逆势的动作 这个是我觉得最近要仔细等的 戈尔呢 也是一个我重点要等的品种 但是戈尔这地方大家注意 现在这个走势啊 多多少少走的跟 杨洁有点像 但是他中期结构比杨洁好 因为杨洁这个位置 是等于关键位置 现在看没守住啊 就这里啊 这个是有点问题的 而戈尔是关键位置 现在就在就在脚下 就在这里嘛 而且我的判断是都把守得住 但是现在我们是寻找买点 这两天我一直建议大家别急呢 是几个缘故 最核心的缘故是我想看一看 在指数下跌过程中 它是什么表现 指数其实一直没跌 对吧 第二这个过程 前面我们提到了一个小的压力位 你看他现在这个过程 小的压力位是 目前开始没过的 所以我在想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 尤其是如果明天是跌一下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如果这种可能性太好了 我跟大家讲 这种可能性低 我判断下不去 这个应该是有 有有有有点把握的 下不去怎么办 那么最好的买点就是这种 掉下去以后 小人先分析一出 就开始动手买 这种时候买 心里应该是要比前面要踏实很多的位置 所以各个股份现在耐心观察一下 看看他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反应 有言跟蓝小我说了 这个现在根本看不了 这个位置太高了 花科技呢 最近稍微有点让人操心 走的呢 显得有点弱 今天又跌了 这个位置呢 我们前面跟大家讲了 我的交易策略建议也非常简单 这种时候不去干扰他 也不去理会他 我就用我的成本放在那儿 如果真打掉了呢 我是认的 那如果不打掉呢 这个时候也懒得去动他 现在这地方核心就是等解禁期过了以后 看看他解禁期以后的一个表现吧 因为我自己判断股权激利这个可能略有点影响 但量很小 真正比较大的那个5.4亿股那个应该没看太大的影响 因为那个国有股个人觉得他不太会抛的 所以实际上我是觉得浩浩科技最近可能跟这个事情稍微有点关系吧 但是量缩的太小了 对吧 现在抛盘整体感也不大 所以可能接下来就有耐心观察就行 三加能源这块呢 其实连续震荡已经有一周多了 这个位置呢 现在微微有点表现出要向上冲的意思啊 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电力股是有移动的 这里面我觉得电力是有 就是你现在用什么 你可以用补涨的思路看 但是这个东西补涨能不能变成中期行情 是要看在这发力能不能发出来的 如果能发力发出来 这可能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补涨了 因为这也是个重要的一个压力位 所以现在这地方对三加能源的一个判断就是耐心观察 然后现在还是用止损去控制就行 6.07分的止损 这个震荡其实震荡的时间应该有一周多挺长了 我们自己也观察一下 看看在接下来的过程中有没有可能形成突破 今天电力股是有一些权重市值比较高的东西也形成了比较好的一个突破了 所以这时候耐心等待 然后大家知道这轮我们还有一个品种是想 在观察中想要做的就是有色理的 我们现在选的是西部框液 前两天我跟大家讲 我说建议大家不要急 对吧 我们等一等 其实就是等这种 看一看能不能把它守住 今天这个位置来讲 其实把前面说的短期的一个支撑位给打穿了 大概是12块4 这里呢 接下来我会继续观察西部框液 我觉得西部框液没坏 因为你这么想 这个位置破掉了以后往下嘛 那肯定就是这个地方了嘛 大概是11块9 对吧 11块9再破不看了 那就因为中期结果坏掉了嘛 因为你没做背驰 你怎么也把这个高点守住吧 然后实际上来讲的话 其实这就是我前面跟大家讲的 就是要看一看美联储中加息的这种动作 对整个有色 或者对这种大宗商品的影响是怎么样的 一会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今天有这个煤炭都跌的蛮厉害 但煤跌的更厉害 所以其实西部框液这种调整来讲的话 我觉得在今天释放出来也好 这种释放出来以后 倒有可能造成 比如指数哪天跌的时候 它反而具有抗跌性了 从现在看还不能动 因为这个地方只能认为 它是第一个一分钟下跌中枢在往下走 所以现在还得再耐心等一下 大家看一下大宗商品今天的走法 今天跌的比较厉害的有几个 一个是煤炭 大家看我这里底下 煤炭整体跌了百分之八点几 对吧 焦炭跌的最厉害 焦煤也很厉害 然后石油板块跌的蛮厉害的 4.65 这里包括原油啊 包括一系列的跟原油相关的品种 还有一个有色 有色跌的就略微小一点 二点几 但你看最近 一个是影响力比较大的是铜啊 铜这个位置开始往下走了 当然铜这个地方现在面临着这个 你看啊 铜现在这个大震荡 它的一个支撑应该在这 所以现在铜面临的就是走到这附近 能不能支撑住吗 对吧 前两天跟大家说过铝 我说如果下来可以看 你看铝是不是下来了 应该是新地吧 对 我们当然说到铝的支撑 应该就是在在这附近吧 所以有色其实也在往下走的 然后还有就是锡 锡的走势就很很凌厉了 你像锡在中间前面其实有过很有力度的反弹 但是不断的往下创新低 锡从三位九千三掉到这 而且掉的幅度已经挺厉害了 在五分钟级别上不断的在做延伸 但这种延伸下来以后 有色如果能起稳的话 我估计有色股可能也是一个阶段低 但这种我们不能拿有色的品种去推有色股票 所以这里面就耐心观察 你像今天很明显就是整个大动商品 包括化工类的都在往下走 你像文化商品今天跌了2.58% 这就像那七户里的大判指数 所以这个释放过程的时候 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 我是打算在这个释放完毕 或者是我们觉得阶段性的完毕之后 要拿一点有色进来 前面说了 因为煤炭跟有色的位置不一样 现在你也不能说谁好 煤炭今天跌的厉害的原因 一方面煤炭的大动商品跌的厉害 还有一个我前面跟大家讲了 煤炭这种位置我之所以不愿意拿 是因为它太容易出问题了 大家记得 因为我说这个煤炭是在前高附近 就这是个挺有风险的地方 我当时说了 我说即便能过应该是拉到这 我估计一下都不一定行 可能得震几下才能过 所以现在看的煤炭是比有色强的 你说我能不能在回调中抓煤炭 当然可以 但是煤炭给我翻了一下 就我而言 中期结构上我觉得都不是特别 就这么讲 因为我不是特别喜欢 不能说不好 因为这是一个我个人喜好问题 因为这种结构上 你像比如怀北框叶这种 你像这种位置上 我都觉得挺难下手的 不太好找 但有色有一大批 我都觉得是相对来说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最终可能还是选有色 所以中线这块来讲 目前持有的两个 然后密切观察重点可能离得最近的 我估计是全英高科 然后可能是戈尔跟招生冷船 那这几个是我们可能重点要去看的东西 然后西部框叶可能要去看看 在这种调整中 它调下来的一个位置是怎么样 整个中线的情况是这样 短线这块是不动的 因为鲁气化工 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往上过着做 但跌到这儿大家可能心说 那现在敢不敢回下来做呢 我自己觉得回到这儿可能还不是特别保险 如果你想回下来做的话 我觉得往17块4毛5看一看 所以我现在的思路还是往上冲着做 好吧 现在耐心等等看 成功现在今天的地点正好到了我之前打横线的位置 但我中午跟大家讲了 这个现在做不了 这个地方我个人觉得这一下来的力量很大 这儿好啊 这儿还不被吃 我觉得这可能还是在下沿附近的震荡 这种如果拉回去了 我也觉得很勉强 做不了 这种如果上的话 我会觉得很没把握 所以我比较倾向于它后面能不能再释放一下 但是释放的过程就意味着 对前面重要支撑位的击穿 这是就要看释放下来的力度了 所以成功新材现在 我也觉得这地方得看 撞上港口是有可能最近有买点的 这地方现在的位置还挺好 但是现在呢 它还没有演变出一个结构了 因为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个一分钟下跌重数的震荡 所以这时候招人港口得等它把一分钟中数给破坏掉 有绿度的小声音飞行出现才行 所以现在短线这块来讲 出售也要特别特别的消极 谨慎 港股这块 今天有同学正好下午打一的时候 问到了说 我们现在观察了很多股票 是大的下跌结构 说美团行不行 美团不太一样 我其实也在看美团 但美团我觉得 就这是直觉啊 我会觉得 从行业属性看的话呢 可能跟互联网龙头的差异 没有那么大 美团现在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美团其实过了一个压力 这个压力应该是从这个一分钟中数开始 然后经过这个点 这个点的确认 它压力在这 美团现在是有一点点回收确认的意思 对吧 但我会觉得在整体互联网龙头大背景下 现在去做这种东西其实挺有风险的 我说了今天除非这后面再确认一下 你愿意试给他试试 因为他正好卡在这 我觉得现在整体港股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这种下手点 所以我自己倾向于我前面说那个观点 我等最黑暗的时刻出现 就是等港股 互联网龙头把前面那边再打穿 这种可能性 我自己衡量下来应该超过五成的 可能大家不一定信啊 觉得有那么惨吗 嗯 就咱们先不说惨不惨 就单从走势本身来讲 就在现在这种时候 我觉得大部分互联网龙头就是没法动的 你像刚才我们说了这个 你像腾讯这种腾讯的影响力应该非常非常大的 你就单看腾讯的走势 你觉得腾讯的走势 它从这个小的一分钟中属性的延伸过来的 虽然我们也承认到后面有上去的可能性 但上去就是一个更大的压力 我觉得这得多难受 你要想有空间的话 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这么走 我觉得才愿意考虑 否则这么上 我都觉得消化这儿得需要可能三到六个月才能消化掉 可能我是一个比较悲观的假设 所以我我现在整体行量下来 我倾向于港股头撩龙头别动了 就进去以后 我觉得一个空间也不够 而且中间还得多多缩缩的 我倾向于我们再等等看 好吗 这是我对港股现在整体的看法 大东商品这块来讲 我们关心几个品种 大东商品 不 有色这块 其实我们关心的核心是铅 虽然我跟大家提了一些其他的有色品种 因为铅这个走势 是我觉得一旦变盘起来 比其他东西可能更有中线空间的一个东西 铅现在其实也是在酝酿 这个是在一个动能继续的过程 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向往下走的 但是这里面不一定 因为我看的方向是向上 所以我跟大家建议过 我说我们可以在这儿 就这个点挂一个条件单 是多单 因为按理说要往下的话 不应该把这儿再破了吧 这儿如果破了 我就觉得至少有挺大的概率 是要往上冲了 然后再确认以后再加倍 所以牵牵在下面动的时候 应该都不会就理会他的 就要等他过这个点 然后呢 胶这块呢 我们跟大家上周交代了一下 我自己建议是过掉这个上影线 开多单 现在没到 但交这个地方走的 今天走的不好 因为按理说 我觉得今天很快就会过嘛 但是在这地方展开了 另外一个一分钟震荡 这个显得有点弱 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过了以后 正常开仓的 开完仓 只存也放在这儿吧 对吧 如果这儿再破了 那基本上就要仔细衡量了 要想一想 如果这儿可以不破 过掉了 那么这个地点应该就抓住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仍然是可以采用 这种方式开仓 然后把试算计定好就行 这是整个关于交的一个情况 别的应该没什么 然后整个现在市场的一个状态 我跟大家讲过了 我自己给的建议和策略是 等调整再动 现在 就是虽然说有时候会挺吸引人的 觉得有很多股票不动 好像涨上去一些 但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东西只要指数来一个有力度的调整 就都站不住脚 这个位置 所以调下来去买 站住的可能性要高一些 付出的代价就是 有可能你会说 哎呀 其实我挺看好的 你看没买上去了 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总共要在中间做取舍的 我 因为我对我自己的判断还是 就是在没有证明我的判断是错的的话 我还是愿意接受 接受我自己目前对整个大事的判断 就这里是有风险的地方 而且风险 不算太小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买东西的时候 要挺小心的买 小心意义的买 然后有些东西实在是真买不着 那就算了 不给没办法 那是要慢慢等 所以这是我整个这段时间的一个 一个建议 我觉得今年这个地方 不能太放松警惕 因为现在大家普遍的感觉就是 好像美股对我们的影响 就就就就 没啥事了 中国能扛过去 这肯定是一种可能性 对吧 因为之前曾经有一次 A股扛的很好 但是问题是美股这次 如果它持续的释放 负面东西给你的时候 我们还扛不扛得住 这个事现在真不太好讲 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然后那边呢 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个诱饵在吊着 拜登说要部分取消关税 觉得这个事情出来以后 可能会显成利好 但我是这么想的 第一会不会本身不知道 如果会 因为它缓解自己的通常压力 但这个事情是不是已经被消化在目前的走势中了 这个事情本身值得思考的 所以反正最终所有的东西都会转化到K线图的走势中 所以我们最终的决策依据还是从K线出发 这是整个目前上的状况 好了各位 今天跟大家先分享到这 那我们就在明天的时候再见